我怀着激动的心情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这个光荣战斗集体中的一员 泛黄的纸上 清晰记录着刘勇坦 多年来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宏愿 应该说长在红旗下面 从中学就是共产党教育 一直到大学 所以愿意为这个事业奋斗 这种想法早就有了 刚解放时我才13岁 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在党的亲切关怀与教育下 随着知识的增长 自己的政治思想也得到了进步 195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从那时开始 自己最大的心愿 就是要及早争取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满回这样一种信念 刘勇坦全身心投入教学和科研 1979年 刘勇坦成为改革开放后 第一批国家外派留学生到英国深造 这段经历令他感触颇深 在国外的两年多时间里 除了能在较好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外 又给了我一个大好的机会认识 对比两种社会制度 一件件生动的势力更加深了对党的热爱 所以我回国以后 我觉得很迫切地希望能够加入党组织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 最初的这个想法 想强大我们自己的中国这个想法 把更好的完成 1983年10月 刘勇坦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他从零起步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1989年 他和团队终于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战 1991年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已是两院院士的刘勇坦 并未就此停歇脚步 我们还是要起作用 起作用就是需要把它变成真正有用的一个设备 能不能国家有真正有利 那么这个过程跟搞科研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艰难多了 刘勇坦和他的雷达铁军 转战到了更恶劣更艰苦的环境中 在荒无人烟的海边一干就是22年 困难是有 但是你想想我们整个的革命经历来看 我们这个怎么绕不过去了 还是能团结通知吧 团结我们的团队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 能把这个事往前推进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对人的磨练 换句话说 对你党性的磨练 你能不能坚持按这个初心把它搞到底 打造国之重器的同时 他还不忘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40年里 刘勇坦的团队 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0多人 有很多年轻同志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就是自己的实际行动 可能能够引导大家往前走 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一定跟大家一块 所以是在一个大的任务下面的集体的成长 历经上千次实验 刘勇坦和他的团队成功研制出 我国首部新体制远距离时装雷达 使我国成为极少数掌握这一技术的国家之一 2018年 习近平总书记为刘勇坦 颁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刘勇坦的心里 他的事业还在继续 还有很多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搞 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事业的话要不断发展 2020年8月3日 刘勇坦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800万奖金全部捐出回报党和国家 这也再次诠释了一名科学家的初心使命 入党近40年来 这份初心从未改变 在党的领导下 为我们的事业奋斗终身